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明确的证据 包括文字资料 还有一些图片等等 更明确的佐证 我觉得才可以判定这样的传闻是真的还是一个误传 其实从1996年中国签署了全面进核式的条约以后 其实过去来 那它是在这个部分是和国际间走在一起 那至于说它也没有必要说进行低当量的核式 我认为就技术上可能存在这样的需求 那尤其是近年我们都非常清楚 那解放军它在发展这种核打击力量 它非常强调一个就是洲际弹道导弹或者中程导弹这种多弹头的供给能力 多弹头的话它就需要搭配一些可能比较小型化的这个核弹头 因此这个低当量的核弹头的话 其实是符合它作战任务的指导 以及它的需要 其实近期最大的障碍就是中导这个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之前这个美国方面要退出 与全苏联签署的中导协议 而中导这个部分恰恰又是解放军目前它的战力最强 那我们都清楚那解放军随行的是所谓有限的核反击的能力 而且再三强调是不首先使用核武 那因此它在洲际导弹或者远程导弹 它保有的数量与美俄两国其实差距很大 那相对它更着重于发展中程导弹 那目前它的中神导弹库其实对比美俄两国 反而在这个部分享有巨大的数量的优势 而且它的这个中导它是强调何尝兼备 既具备这个核武能力也具备打击常规目标的能力 或者常规打击的能力 这是形成这个它在这个部分有一些优势 因此美国近几年已经发现这个部分 对美国在亚太的军事部署形成很大的威胁 因此美国不惜要退出中导 而且很快的就进行包括中导部分的像巡航导弹 或者未来不排除的中导的导弹 将陆续问世或测试 那而且美国还再三强调它希望国际上对于中导 未来如果要进行一些磋商 那不只是只有美俄两国 中国也要纳入 中国方面对于这一点是已经表示明确的拒绝 我想是这个导弹类型的发展和武器库里面 这个中美两国一个巨大的差异 当然这个就整个核武的使用来讲 就目前来看双方并没有一个更大的分歧 也就是这个中国方面还是税型的有限核武 也就是保有核反极 它强调不首先使用核武 在这个部分与过去所强调的一个政策来讲 那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差异 但趁着美国和俄罗斯这种中导条约的这个限制 它确实在这个部分 那获得了很大的加分和成长 那这就是近几年来 那美国与中国之间在中导 以及中导它所附带的像核武 主要的分歧之所在 中文字幕录像是开架的 遵用中文字幕录像是开架的 那我们俄罗斯这种中导人 的电话是开架的 在双方并没有通过而下 就是这样的